那么这一次所修的这个内文里面 特别强调就是对10亿元以上的大户 要超过10亿以上的部分 才按成交量课征0.1%的证所税 这样子两相一笔 这不会一下子降太多吗 还符合这个租税正义的这种精神吗 0.1%就是千分之一的税率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说 到底千分之一怎么来的 然后有些认为就是算说多少剩余多少 其实今天财政部长有一点解密 他说因为当时立法院提出来的版本 有些人是要加码就修正正所税的版本 有些人是要加码千分之0.2 有些人是要最高的是要加码千分之一 也就是说从最低到最高 最高也是在千分之一 所以财政部认为说不可以一下降那么多 所以我们就取一个修正版本里面 比较高的税率就是千分之一 那很多人是说这个很低 但是我觉得这个高跟低的数字 其实是相对的来看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另外一个税已经10.10块两年 它叫奢侈税 奢侈税它的税率都有10%到15% 有些人觉得很高 有些人觉得很低 那我们看到其实像所得税 如果你逃漏税 它可以补税加罚两倍到三倍 如果你恶意的逃漏税 两倍到三倍 那有没有人逃漏税呢 还是有啊 还是很多人逃漏税啊 所以它其实不管是奢侈税 或者是证所税 它其实这个税率的原始的初衷的出发点 并不是在说我们今天要向人民 克多少税 要向国民 不是要来开刀的意思 而且它其实要 它的本意是有一个要 针对所谓的资本利得者 你应该是有所得 就要有部分的克税 当时的出发点是希望说 你当然是得到越多 我们的脚的税就越高 可是这个地方我们发现说 大户真有力 大户非常厉害 就把这个我们原本的一些构想给修正了 所以现在在所谓的理想跟现实 取得的平衡之下 才定出一个所谓的千分之一的部分 我不会言 这个千分之一确实是有像 大户妥协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但是你不妥协过不了 这就是现实 这就是现实 但坦白讲 我们也希望租税 就是要公平 还有要克到税 对 就是这两大原则